煙烧过去了 对啊 后面都烧起来了 早上玩喷射的 苗栗警火模型飞机场 民众募集旁边发生杂草火警 风势助长火势 烟雾飞散 后面风都很大 一直煙烧 一直烧 范围已经到大约两边加起来50公尺有了 事发在15号下午 民众现场看到有模型机坠落 后来发生了杂草火警赶紧报案 但是现场有一水之隔 消防人员过不去 评估没有立即的危险在旁边警戒 这把火从白天烧到黑夜 一烧烧了12个小时 深夜才慢慢熄灭 天亮了之后变成了一片焦黑的草地 目测估计燃烧面积大约500平 但是并未看到有飞机残骸 起火的地点在厚龙溪西中沙洲 水宽30到50公尺 深度一两公尺 消防队说得空拍去调查 起火原因目前是不明 我们会请火雕人员用空拍机接近 去勘察一下真正的事故原因 再由火雕人员这边做研判 之前模型机场也发生过 无人机坠机意外 经过路上撞上了路数 玩家说类似的坠机意外屡见不险 毕竟合法的模型机场不是到处都有 尤其擬针喷射机 机身比较大也比较危险 即使是活动也可以遇到 起飞不稳迫降等突彩的状况 无人机能否一飞冲天顺利返航降落 技术环境风力等等都是变数 TBS新闻谢国金屋书评 苗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